今日不做生死之战 谁先出了擂台 谁便输了 好 那我就一人 再让你一只手 你这单手出战 也照样能赢你 老黑 没事 你这怎么进来 怎么回事啊 谁先 你输了 你耍赖 输了便是输了 好了 本军赢了 不同你们玩了 你 在我生死门前比武 乃是我妖族至高之战 你竟使用如此卑劣手段 简直是厚颜无耻 什么是卑劣 明明是他自己轻敌 本军是光明正大的 将他打出去的 强词多利 在我妖族 向来只论实力 从不论规矩 像你这等萧小 休想进入我第三冲天 你不是过去的 但我更加兴 av 你能不能刘 你给赢了 尿草 尿草 你不能客气 降息 与人 来 阁下是谁 竟敢坏我生死官的规矩 闯关者 进不上去 若让他白杀 你讲怎么进去 你小子倒是张狂的很 刚才你们是说过 妖界只讲实力 不讲规矩吗 既然如此 本君被破了你们这儿的规矩 这剑气霸道十足 完全不在我之下 可却从未听说过妖族有此人物 看来妖族的实力 比我想象中更强大 傅神说得对 若要开启神剑 绝不能与妖族交合 请 竟然斩断了本君的子火 我倒要看看你试试 是你吗 你真的回来了吗 我看这三重天内 你们还有谁不服 秦牧身上 怎么会有一丝妖力 白群 上军妖力之上 乃在下平生锦剑 阁下请 走 你怎么会有一丝妖力 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大丈夫做事 我愿意护你就护你 我愿意救你便救你 哪有能夺为什么 可我不愿欠别人人情 而且我也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这些年被骂的早就听惯了 你以后也不必 可我在乎 我见不得你受人非议 我见不得有人欺你如你 更见不得你明明心里很委屈 却撞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 日后有我在你身边的一天 我不要管一天 因为我 因为我想交你这个朋友 自此以后你我同行 怎么坦诚相待可好 幼稚 你不过比我虚长几岁 凭什么说我幼稚 咱们把这酒喝了 就去找薄薛 阿七 阿七 二殿下有何吩咐 阿七 这令牌 你收回去吧 长青记已归还了三军令牌 便是要紧赐而去 从此以后玄金公之事 皆与我无关 二殿下身份尊贵 难道要强逼我留下不成 你明知道我不想你离开 可却偏要如此 阿七 难道你我之间 就没有庞的解法了吗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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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出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你身魂不稳 说了风寒怎么办 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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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好吗 那是 那是 妖族的规矩 以实力为尊 既然二殿下执意不放我走 那就动手吧 若我赢了 从此玄金公中 再无任何人能够决定我的去留 阿七 咱们别哄到了 还 杨朽 新出炉的瓜子 来 来 要说好吃 还是这人间地北城的核桃味瓜子 令人回味无穷 天宫的仙子 要是看见青木上君现在这般模样 不知道要哭多久 要吃瓜子怎么回 事情 我吃无故杂粮本就是事情中人 再说了 只有真神才可以病 可怜那些仙子 把你幻想成不是人间烟火的高冷男神 白白浪费了多少柱子 要怪 就怪我长了这张青零的脸 才会无端惹来这么多目光 好了 我早知道你不是装了